《香港失超級代理人角色》 美國更新營商警示 德國人權組織成員被拒入境 反正一國兩制 包凡去向成迷 華興資本復派 股價暴跌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10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香港簡訊》 我是麗珊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觀眾朋友大家好 很多服用了三高代謝堡的顧客 被健康520的網站反貴 表示感謝 我也很高興能夠將這麽好的產品帶給大家 糖尿病的國際知名專家 蝶番做教授指出 糖尿病由8個因素導致 它的成因不僅是血糖問題 還涉及到多個身體器官的功能失調 例如大腦、肝臟、腎臟及胰臟 這些內臟器官 相互影響、共同作用 導致糖尿病的發生及發展 而我們為大家推薦的三高代謝堡 它的獨特配方 是專門為了調節這些關鍵器官的功能 而設計的 使用的是全天然的成分 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Kelly女士 在服用三高代謝宝后 告诉健康520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正在尋找一种天然的方法 来管理血糖 并提升整体健康 请登陆健康520网站 了解更多的詳情 商业或旅游 都会面临想不到的人生安全 和法律风险 分析指 《国安法》已经使得香港失去超级代理人角色 而美国政府的警告 对外资乃至香港经济 将产生进一步影响 商务警示提及很多风险 源自于港区《国安法》和《基本法》第23条 建议美国国民和企业 不但要充分地了解2020年 香港通过的《国安法》 还应该了解2024年3月通过的23条 由于23条的条文 表述模糊而且涵盖广泛 可能会影响 或者关涉香港的日常业务活动或者旅游 令商人在香港营商风险大幅增加 商务警示也强调 美国企业在香港经营 需要面临潜在的法律 监管 营运 财务和声誉风险 包括一般机构对政府政策 或当地客户进行尽职调查 分析当地或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 或企业等 在其他国家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 在香港都有可能触犯法例 以及外国媒体 研究和学术机构 智库 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 都有机会触犯间谍罪行 而且可能被判最高10年的监禁 除了《香港国安法》带来的风险之外 警示特别提及 美国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实施一系列制裁和出口管制后 俄罗斯越来越多地求助于香港等第三司法管核区 以逃避制裁并继续采购关键的物品 鉴于上述情况 美国政府警告美国公民 和其他香港有关联的个人和机构 应了解美国政府 会对香港的个人和实体 涉及上述相关的恶意行为 进行的制裁风险 早在2021年 美国已经首次对港发出了 《营商警示》 主要是针对《香港国安法》 和中国大陆的《反外国制裁法》等 今次是事隔三年 再更新警示 所涉及的事项和范围 比上一次警示的内容多了近一倍 自由亚洲 引述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副研究员 事件与认为 不少的西方商人 已经在首次的警告后 逐渐离开 香港褪变成中国境内城市 早已经失去了超级代理人角色 现在只剩下其中一个角色 就是灰色贸易 以及市场交易的地方 可能是从香港转口进入中国 或者从香港转口去俄罗斯 时评人士颜保光则表示 无论是《国安法》和《23条》的推行 或是新出台的《网络安全法》 都令到外资在香港的前景变得不明朗 再加上国际制裁的风险 很多外资企业 可能会重新考虑在香港的业务布局 美国政府的警告 虽然只是警示性质 但是它指出的问题 对外资以及香港经济的影响 不可以忽视 面对美国政府的警告 港府官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和财富局局长许正宇 分别作出了反驳 指控美国的警告、阴谋和小动作 并称它为是穿着附会 而北京外交部9月9日也回应称 美方无端地诋毁香港国安法律 抹黑香港的营商环境 中方坚决反对和予以强烈的谴诈 美国人权组织成员 David Mitchell 9月8日从大陆来香港时 被拒绝入境 他对香港自由淪陷深感悲哀 自由香港创办人之一 人权组织西藏昌义副总监 David Mitchell 9月8日晚 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说 近日透过北京当局的免签政策 入境大陆旅游后 在9月7日的晚上由北京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但被入境署人员扣留查问了13个小时后 租拒绝入境 没给理由 David Mitchell同时常载了 由香港入境署发出的 距与入境通知书 并指机留期间 入境署曾经搜查他的行李 又查问他在香港逗留期间的计划和会见人士 以及他过往的学历和现时服务的组织等 其后便衣警察把David Mitchell押上飞机 要他转机前往原定几天后才到访的越南 David Mitchell 过去曾经多次批评北京的人权劣职 但并不知道这次被他入境是否与此有关 他在Action 写道 我感到难过 再也不会去香港这个美丽的城市了 我希望香港有一天能够自由 法国广播电台引述了西藏昌野总监佐包尔的评论 David Mitchell入境旅游被拒 不单止是香港逐渐失去自由的警号 亦都是背离了国际人权标准 自由香港的本土民主前线 前召集人王台洋 对自由亚洲表示 香港的国安警察已成为了压迫的工具 看到这个曾经非常开放和欢迎外国游客的城市 变得越来越似封闭的中国大陆 我感到很难过 有网民则气称 David Mitchell可以去大陆 但是就不可以入境香港 反正北京的确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 年年31岁的David Mitchell 曾经在北京清华大学收到新闻学 2018年 他因采访人权律师而被驱逐出中国 转来香港大学新闻 和传媒研究中心继续深造 并以维权律师论其女为主族的报导 获巴人权新闻奖 比较超过一年半后 大陆精品投资银行 华兴资本 9月9日在香港交易所 復牌 股价遭暴跌 跌幅于70% 华兴资本9月9日 上午9点开始正式恢复买卖 开盘后 股价暴跌近72% 导致市值蒸发了30亿港元 股价也跌至历史新低 这个公司前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執行官 包括早前被中国纪检和监察官员拘留 当局至今 未对其失联作出任何解释 而华兴资本股票 从去年3月31日开始停牌至今 华兴资本于今年2月公告 联合创始人谢毅景 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 并由代理首席執行官 改任为首席執行官 包含的妻子许硬称 被任命为非執行董事 根据香港交易所的文件 华兴资本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 规算了4.7190万人民币 截止6月30日的6个月内 亏损为7,380万人民币 美国之音引述中国光大 新鸿基分析师伍利言表示 由于经济增长放缩 华兴资本的收入下滑 和大陆上市的计划减弱 迫使投资者抛售股票 而围绕包含的持续调查 和管理改组的不确定性 华兴资本在业务真正同体之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知死人 不知死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